我会逃离这里的 好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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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红剑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这款恐怖独立游戏叫做 Hunter Gat Station 恐怖加油站 我跟你们说一下 这款游戏在某个独立游戏网站排行榜上 排进了前20 比上次那个游戏整整翻了一倍 进步了一半 我相信这个游戏一定非常的有特色 对不对 首先我看到这个恐怖游戏 它封面左侧有一只大兔兔 我就知道 这个游戏肯定是以兔子为怪物 对不对 你看这个兔子 它又黑又黑的 眼睛又黑 皮肤毛又黑 而且的话肌肉看上去比较强壮 别看他这个大兔兔这个耳朵好像有点短 有点乖巧的样子 对不对 还在这个地方舔手手 但是呢 这个兔兔一看就不简单 就是个大怪物 就是一个大魔王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废话不多说游戏开始 没有信号 打开手电筒 前面有一个加油站 也许能找人帮忙 不是 你怎么就撞了一只鹿呢 难道这个游戏的怪物不是大兔兔 是鹿 不对呀 我懂了 是这样的 这个剧情是这样的 这只鹿 这头鹿 是大兔兔的表弟 所以的话呢 这个大兔兔为了这头鹿 被我们撞死了嘛 他要复仇 所以的话呢 大兔兔待会儿就会来找我们 对不对 找我们算账 我们就开着一辆黄色的 这个可以装一面包人的车 就过来了 然后撞到了一头鹿 现在搁浅在这个地方了 不是搁浅 应该说是抛锚了 反正走不了了嘛 然后我们要去求助 这边怎么有红眼睛啊 哎 哎 你是个什么东西 等等 这不会是鬼吧 哇 他还看着我耶 你们看到没有 树林里面有一对红眼睛 可是我过不去 你什么东西啊 哇 这不会是大兔兔吧 众所周知 兔子的眼睛是红色的 哎 这就很危险了 不行 我要赶紧去一家游战 这个地方我待不下去了 啊 夜深人静 一个人多危险 万一被强奸 哎 前面那辆车 你 我撞到路了 你能不能帮助我一下 嘿 哈喽 哎 人世的冷漠啊 啊 人与人之间 怎么就不能有一点点温情呢 对不对 明明看见我撞到路了 这么明显 也不帮忙一下 哎呀 真的是 哦 我很难受 我很心凉 我开始对人类绝望了 我要开始联合三体人对抗人类 对不对 啊 三体人万岁 加油站里面有人吗 按道理恐怖游戏啊 加油站里面应该是 我撞到路了 能不能帮我一下 哎 没人回复 哎呦 没人的话 我能不能拿点喝的 拿点吃的 哇 这个冰激凌 啊 再拿点这个小片 对不对 消解消解郁闷 啊 这是收音机怎么这么吵啊 哇 吵死 刚刚外面飘过去个什么东西 我听到有人关掉了收音机 是有人在外面吗 哎 有 是我 是我 是我关的收音机 我需要帮忙 他 他把自己锁在了厕所里面 哎 这位老哥你是人才啊 话说原来 外国的加油站 厕所都带有锁的吗 啊 厕所带锁 很奇怪啊 那我拿点吃的了啊 趁你不注意 反正你 你被锁在厕所里面了 他说他把钥匙放在了加油站 什么东西 我刚刚看见窗户外面 飘过去一个东西 没看清 然后又响起了诡异的 音乐 哎呦 有点毛骨悚然哈 啊 不不不怕 不怕 我不怕 我红剑怕过什么恐怖游戏啊 对不对 啊 大兔兔 大表哥 啊 那只鹿的大表哥 出来吧 不是我的大表哥啊 我没有这样的表哥 行吗 哎 啊 钥匙拿到了 好像这个钥匙 还有点生锈啊 啊 嗯 这个声音越来越不对劲了 哎呦 啊 水魔我的脸 啊 我的脸 我英俊的脸是你能碰的吗 Listen man There is something going on 好了 我拿钥匙回来了 OK Nope Back to my man 这男人怎么了 加油室的管理员怎么 突然就来大姨妈了 哎 难道你是男装大佬吗 这突然咋回事呀 哎 不明所以哈 啊 他突然就变成一具 干掉的蜡像人了 啊 这个很奇怪 是哪 哎呦 你是谁呀 我的天 我感觉 你是不是表弟 哇 长得真的够惊悚啊 两个橙色的眼睛 表弟啊 表弟别追了 表弟 表弟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就到这里好不好 你看前面就是我的车啊 我上车 哎 对了 我给你撞了一只鹿 对不对 来 表弟鬼 把这个鹿吃掉 啊 这这是我特意为你撞的 吃鹿好吗 吃大鹿鹿 嗯 人呢 哎 鬼咧 鬼咋没了呀 也就是说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红色眼睛的不是鬼 鬼是橙色眼睛的 哇 这么刺激 哎 你好 没了 丢了 那行吧 我们就在这个车上刺刺发抖 哎 帮个忙 帮个 a car they can get me out of here 一辆车 我们得去那里 好 我赶紧去 我赶紧去 帮帮忙呀 我跟你们说 不要在那个加油站停车 赶紧过来把我带上 然后带走 好吧 我车不要了 会有危险的 我 怎么还停车聊几天了 不 快跑啊 妹子们 快跑 你要去哪里 哎 怎么只剩我一个人了 嘿 hold up 还活着吗 看样子 不了啊 我能不能开这辆车跑走 哎 不会吧 我们没有钥匙 不是 他把钥匙给拔了下车 哇 这个司机 真的是驾照满分 啊 居然懂得拔钥匙下车 很多人下车就临时 加点油都是不拔钥匙的 对不对 他凉了 他 他也没了 我的天 里面还躺着一个 绿衣服小姐姐 哇 今天就残害了两个小姐姐 我看到钥匙了 是不是拿了钥匙就得跑 啊 我的猜测是这样的 赶紧跑 我看 我看到红色的眼睛了 肯定要过来了 快走 快走 跑起来 你跑不过我的 我会逃离这里的 哎呀呀呀 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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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 我逃走了 刚刚刚那是一个bug 实际上我逃走了 对不对 不是 就算我逃走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个人 他能这么理所应当的 就这样绕出来 一般来说 看到鬼不都是 猛踩油门 然后 对吧 然后就逃走了吗 他为什么还能走正道 心理素质够强 比我都强 我刚刚真的吓我一跳 我以为我要逃走了 然后被吓了一跳 然后实际上我逃走了 行吧 那么今天这款排名前20的游戏 我觉得比上次那个排名前40的游戏 果然进步了好多啊 非常的有游戏特色呢 对不对 居然能在逃走的时候被吓一跳 真的是令人想不到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 长按点赞加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话说那个 加油站一开始飘过去的是这个鬼吗 还有小姐姐是怎么死的 原来一开始飘过去的就是这只鬼呀 我懂了 这一次啊 这一次 这个鬼飘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提前 跑到里面 我要看一下这个小姐姐是怎么死的 对吧 他是怎么被这个鬼弄死的 我要看一下 绿衣服 小姐姐 What 不是 游戏的制作组啊 你们是不是真的以为 不会有玩家跑到这个地方来专门看一下 绿衣服小姐姐是怎么死的 我就 我就很好奇 他是怎么死的 我一跑过来 他就跑进了房子后面 然后就没掉了 就莫得了